台美关系会不会更上一层楼 来看到上周一才解禁的美国牛肉再度进口台湾 美国在台协会副处长邀请台湾工商界享用美牛大餐 美国在台协会副处长丽英杰致辞的时候表示 美牛返台有意两国发展 刚刚才烹调好的美国牛肉看起来鲜嫩又多汁 美国在台协会副处长丽英杰率先品尝 谈到美国牛肉真的没问题 还说美牛返台有意两国发展 宣告美国牛肉重返台湾市场丽英杰和美国肉类出口协会总裁 一同出席餐会 地点选在高级的法式餐厅 还邀请台湾工商界大老板一起品尝 它的肉质特别的甜美 经过烹调过以后风味极佳 法式餐厅主厨挂保证美牛口感一流 从上周一美牛开放进口 预计年底前进口量会达到2000公吨 我们预计在这个年底之前 可以回复到我们以前进口量的三分之二 那我们也预期到明年的年底 可以完全恢复整个市场的进口的总值 美牛恢复进口 美国驻台官员也出面做保证 希望让美牛恢复市场接受度 新闹亚在电视图天长张云廷 台湾台有报道